林洋港的病逝让曾经担任重要幕僚的国民党立委林玉芳 回忆起来这位长辈言语中是满满的怀念 尽管林洋港淡出政坛多年 但是对后生晚辈的提息不遗欲力 更让林玉芳敬佩的是 即使曾经是政坛的对手 但是林洋港仍然是不计前减的给予帮助 他是我的政治导师 因为一场演讲解释当时担任司法院长的林洋港 国民党立委林玉芳的重振之路就从这里开始 谈起这位认识二十多年的长辈 林玉芳除了敬佩还是敬佩 不练战权位 一九九六年总统大选输了 林洋港毅然淡出政坛 但对后生晚辈的关心和照顾依然不见 即便面对的事曾经在政坛上 事不两立的对手 林洋港都可以近视前嫌来帮助他 我白约说你就好好去教书吧 结果不是 我看宋先生现在也很辛苦 也蛮值得同情的 而且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人 你去帮助他好了 我当然愣在人家话都讲不出来 林洋港长久以来的提息 让林玉芳非常感动 但也因为林洋港这样的气度 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也赢得更多人的尊敬 有等TV陈宇秀 李黄轩台北报道